在昨天9月30日 中国大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中共建政75周年的活动 这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针对台湾发表谈话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两岸人民血脉相连 血浓于水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习近平在谈话当中就强调 要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 另外谈到港澳问题时 习近平他也强调要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而习近平对于台湾的谈话 我方的陆委会现在对此呼吁 中国大陆也要正视两岸的现实 还有台湾的主流民意 以务实的沟通对话 要化解分歧 而美国白宫在29号发表一个新的声明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要授权对台湾提供5.67亿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79.2亿元的军事上的援助 这也是美国迄今为止的最大手笔 好不过对此大陆外交部在昨天记者会上头也做出了回应 是痛批美国以武谋毒 是必将自食恶果 美国执意以武诸毒 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美国不论向台湾提供多少武器 都丝毫动摇不了 我们反对台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预护 监制